夏日炎炎,孩子到底该不该佩戴太阳镜?该怎样选佩太阳镜?原来如此,敬请收看。 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保持你的好奇心,天天都有精彩。 你说这种眼镜安全吗? 这是儿童太阳镜吧,这哪买的? 这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田医观众给寄来的,他想问问这副眼镜,它是否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影响? 他有没有说他在哪买的,有没有什么说明书什么的? 只有一封信啊,他在信里说,他最近想带孩子去海边,所以他就想问问这孩子是否需要配备一副太阳镜,然后这太阳镜是否会影响孩子的视力。 你干嘛这么关心,这眼睛在哪买? 因为这孩子的眼睛还没发育成熟,所以选择一副这个太阳镜应该非常慎重。 所以我们反复问,它的质量怎么样,它的出处是哪? 咱先不管它出处是哪吧,你看看有没有办法检测一下这个太阳镜,它到底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视力? 嗯?这个地方非常好啊,其实太阳镜啊,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需品啊,接下来咱们先问问大家对这个太阳镜是怎么看的。 针对关于该怎样给儿童挑选太阳镜的问题,我们的调查员开始搜集大众的观点。 我主要看重用微值,用微值越高可能越好吧。 太阳眼镜越黑越好,对儿童眼镜视力有帮助。 看重偏光镜,因为偏光镜可以看东西比较清晰,然后可以保护孩子的眼睛。 对搜集到的百姓观点可以汇总为,一,颜色越深越好,二,防紫外线指数越高越好,三,带偏光太阳镜。 这太阳镜的作用啊,是通过遮光来保护眼睛。 表面上来看,应该是颜色越深的颜色。 你也说这是表面现象,你想想,单靠着眼睛的颜色来保护眼睛,这事啊,肯定不靠保护。 或者这颜色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像观众们提到的这个防紫外线指数,还有偏光。 既然说到要保护眼睛,咱们就首先应该了解一下眼睛。 尤其是孩子的眼睛。 看资料。 0到6岁是人眼发育最为迅速的阶段。 这一时期,眼球内的经常体、脚膜和视网膜等组织尚未发育完全。 对强光,尤其是强光中的紫外线,无法形成良好的阻隔作用。 长时间在强光环境中玩耍,紫外线会导致孩子们的势力下降,甚至失明。 强光和紫外线会导致孩子失明。 看来,田几观众在去海边之前,为孩子准备一副太阳镜是很有必要的。 可是,这副太阳镜,它能够遮挡强光和紫外线吗? 你知道,这个太阳镜过滤紫外线的程度,它是有一个国际标准的。 你了解这太阳镜的基本功能吗? 我有一篇文章。 目前,世界上针对太阳镜抗紫外线的通用标准是美国食品与医药卫生检验局提出的标准。 根据这个规定,镜片在保障透光率的同时,要滤出阳光中90%以上的紫外线。 保证透光率。 看来,颜色越深越好,不仅仅是个表象,还是个误区。 颜色深了就会影响透光率。 对,你只是注意到的这个透光率啊,其实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颜色黑并不代表它遮挡这个紫外线的能力。 为了验证是否颜色越深的太阳镜防紫外线的能力越强,我们来到了北京大学研科中心。 调查员带来了几副颜色深浅各不相同的太阳镜进行测试。 防紫外线检测仪可以发出紫外线,借此测定镜片阻隔紫外线的效率。 透光检测仪能针对不同镜片的透光率进行检测。 太阳镜防紫外线指数越高,说明穿透太阳镜的紫外线越少,而透光率越高,则说明穿透太阳镜的可见光越多。 首先我们选取了一副颜色很深的太阳镜进行检测。 可以看到,这副太阳镜的透光率为20%,而防紫外线指数为0。 这说明它能阻挡80%的强光,但根本不具备防紫外线的能力。 我们又选取了一副颜色相对浅一些的太阳镜进行测试。 这副太阳镜的透光率为60%,而防紫外线的指数也为0。 这说明这副镜片能阻挡40%的强光,同样不具备防紫外线的能力。 实验表明太阳镜防紫外线的能力与颜色深浅无关。 看来这挑选太阳镜还真不是颜色越深越好。 这种误区不仅仅会影响您挑不到一个合适的防紫外线的这样一个太阳镜,而且还容易伤害到您的眼睛。 是因为颜色深会影响透光率阻挡我们的视线吗? 这还不是重要的原因,还有更严重的呢。 根据太阳光波长的长短,日光辐射依次可分为伽玛射线、X射线、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微波和无线点波。 其中紫外线占总量的8.7%,它的波长在280纳米至400纳米之间。 当我们佩戴黑色太阳镜时,由于颜色作用,我们只能阻挡可见光部分,而未能阻挡入外线的摄入。 你的短片不是还在重复刚才的问题吗? 这颜色深可以挡住可见光,但是挡不住紫外线。 不是重复,是延续。 这里面微妙的变化,我已经告诉小宁了。 这样,去看看模型吧。 你这是在绣花吗? 什么绣花?这是我做的瞳孔红,放在这儿了。 瞳孔红? 后面这个是精状体,这个是视网膜,这个是眼睫毛。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视觉系统呗,那你要怎么演示啊? 现在呢,我就用我刚才绣的这朵花啊,来为你演示一下这个劣质太阳镜的危害。 比如说,这是太阳,当阳光很弱的时候呢,瞳孔就会开得很大,这样的话能保证这里面有充足的进光。 如果当这个太阳光很强的时候,瞳孔就会缩住,这样的话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湿度的进光。 同时呢,我们还会本能的防御性的眯着眼睛。 哦,光线的进入控制了,那么紫外线的摄入也就控制了。 嗯,没错。但是你想一下,如果戴上了一个劣质的不防紫外线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啊,它只是给眼睛传递了一个弱光的假象。 嗯,就是说啊,这个瞳孔它放大了。 对。 但是呢,紫外线的含量一点都没减少,它还长须植入,直接抵达了这个射磨。 对,实际上最受伤害的就是晶状体了。 嗯,持续的紫外线照射极易使这些晶状体盖化,非常容易导致白对障。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市面上的太阳眼镜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我听说有的颜色是可以吸收紫外线的。 咱们来看看实验。 为了验证不同颜色的太阳性防紫外线能力是否会有所不同,我们选取了四副不同颜色的太阳镜和一副透明的太阳镜进行测试。 测试表明,四副彩色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指数仅为零。 这说明它们都不具备抵挡紫外线的功能。 但唯独这副透明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指数为400。 专家告诉我们,太阳镜防紫外线的指数也称太阳镜尤为400的太阳镜对多长280至400纳米之间的紫外线都具有阻挡效果。 防紫外线的效果能达到90%以上。 这色彩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在这儿呢,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解释了。 但是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啊,这颜色的深浅还有种类都不能够阻隔紫外线。 诶,你那实验里还用到了那种透明的镜片,它反而能够阻隔紫外线。 嗯。 这是为什么? 这个,这是我设的一个小圈套。 太阳镜能否防紫外线的关键取决于太阳镜镜片的材质。 有些防紫外线太阳镜镜片中添加了氧化钛、氧化石等材料。 这些物质能有效地吸收紫外线的能量,从而起到削减紫外线的目的。 有些防紫外线的太阳镜则是在镜面固着一层特殊的涂膜,依靠这层涂膜来消除大部分的紫外线。 透明的镜片就可以阻挡紫外线。 那我们还要那么多种颜色的镜片干嘛呢? 当然不够了。 你别忘了,这位朋友咱们去的可是海边呢。 海边? 海面上它是有那种很强烈的反光。 咱们去海边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种曝光淋淋的效果。 严格的意义啊,这叫炫光。 炫光? 这炫光和强光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呢? 咱们之前说了,这深色的镜片啊,它是可以阻挡强光的。 这里面还是有差异的。 来,看看短片。 炫光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强光。 它专制那些亮度远远超过背景环境的强光点。 比如,夜间突然出现了灯光。 雪地反光。 以及水面反光灯。 和强光相比,炫光引起的危害更大。 由于炫光的亮度远远超出了背景环境, 人眼瞳孔的自然收缩已经不能彻底消解。 积雪反光引起的雪盲症就是典型的炫光危害。 它可能会导致人眼在短时间内,事物模糊甚至失明。 在海边,水面反射导致的炫光同样也会带来危害。 炫光会导致视力下降。 据科学统计, 这个33%的车祸都是由这个炫光引起。 而且这个炫光是一种很难消除的光。 深颜色的墨镜就可以避免这个现象。 由于这个炫光的高光点它比较高, 比平时的自然光要高几十倍, 甚至是几百倍。 所以你仅靠这个颜色这个深度来遮挡炫光, 那恐怕我们就看不进其他的物体了。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当然有了,来,咱们开始试验。 本次试验,我们为一位志愿者提供了四幅太阳镜, 集中三幅为普通的太阳镜, 一幅为偏光太阳镜。 让我们听听志愿者使用后的感受。 第一幅跟第二幅, 戴上以后非常刺眼。 第三幅稍微好一点。 第四幅戴上以后感觉看东西非常清楚, 而且光线特别柔和,不刺眼,非常好。 为何偏光太阳镜能使光线变得柔和? 我们要通过亮度检测来一探究竟。 当水面有眩光时,亮度计显示亮度为132581坎的拉美平方米。 当水面无眩光时,亮度计显示亮度为662.17坎的拉美平方米。 而透过偏光太阳镜,测得水面产生眩光时的亮度为451.8坎的拉美平方米。 比直接测得的眩光亮度,下降了近100倍。 实验证明,偏光太阳镜能有效地消除眩光。 偏光太阳镜能有选择的吸收组成太阳光线的部分不断, 就是因为其中添加了很细的铁、铜、镍等结束粉末。 这就如同在镜片里面制造了无数细腻的过滤筛子, 它们能依照光线的不同波长进行选择性的筛选。 点光镜不仅可以把眩光中波长较短的高光点去除, 还可以把波长在280至400纳米的紫外线等有害光线去除, 而只留下可见光部分。 看来,选配一副合适的太阳镜还真是不简单。 咱们要了解的东西可多呢, 像什么强光、炫光、紫外线,好多东西。 所以说,挑选一副合适自己的太阳镜需要注意很多方面, 毕竟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对了,经过专家的检测, 这副由北京的田地观众寄来的太阳镜是合格的, 您可以放心地给孩子使用。 可是其他的观众想要选一副太阳镜总不能都找人检测吧,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去选一副合适的太阳镜呢? 别着急,来,咱们听听专家给咱们吃的招。 来自北京的田地观众, 关于您带孩子的海边旅游是否需要佩戴太阳镜的问题, 我给您一点建议。 首先呢,孩子到海边旅游是一定需要佩戴太阳镜的。 那么在选购太阳镜的时候, 希望您注意太阳镜上的UV标志, 希望这个UV能够达到400。 同时呢, 希望您能够选择带有偏光功能的太阳镜。 在选择太阳镜的时候呢, 还希望您注意孩子的脸型, 使太阳镜佩戴的时候达到比较舒适。 同时呢, 也建议您不要长期地给孩子佩戴眼镜, 这样呢, 才能真正地保证您孩子视力的健康。 看到这里来自北京的田医观众, 您应该明白了吧? 为了保护您孩子的眼睛, 千万不要看起来漂亮就去购买它。 这样容易伤害到您孩子的眼睛。 为了您孩子眼睛的健康, 也为了您自己眼睛的健康, 建议您在选择眼镜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所以, 保护您的眼睛, 一定要选择合格的正品太阳镜。 来自北京的田医观众, 看了我们的节目, 您对我们的回答还满意吗? 也欢迎更多的观众给我们写信, 由我这个观众联络员替您转达。 其实呢, 将我们共同为林姐, 您会发现生活当中那点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蚂蚁小而惊悍, 完美的生理构造, 使得它们能够经受种种考验。 到底是什么, 能让它们在不断变换的环境中, 出发并回到一朝? 它们又是如何解决在路上出现的各种难题的呢? 蚂蚁在路上, 原来如此, 敬请收看。